终于真是厉害呀 改天也教教我养生运动 最近干啥啥不顺 气死了 你啊 别太焦虑 老这么下去会伤身体的 我之前听老中医说 情质养生能帮人梳解情绪 你也试试 情质养生 怎么个样法呀 中医博大精深 苗董养生指南 请权威专家 为我们全方位解读吧 大家有没有发现啊 现在运动都风刮得特别的大 国家呢 也一直在提倡着权威运动 当然运动也是各有派别的 有的人喜欢露铁 有的人喜欢跳广场舞 那还有各种魔鬼训练的 那谭教授啊 咱们今天呢来给大伙讲讲 咱们中医特色的一些运动好不好 嗯 中医特色的运动 实际上都可以把它归到导引 那么从庄子那个时代呢 就讲究呼吸吐辣 熊筋鸟身 那就是两个方面的 一个是要调我们呼吸 中医里面讲的 所有的特色的养生的运动 播三个 调息 调神 调身 调节我们的身体 流传到今天的 比如说像太极拳 这是我们中国的代表的这个运动形式 比如说八段锦 六字诀 一金金 还有五行戏 都是耳熟能详的 对一听就有一种武侠小说济世感了 对 那么像五行戏呢 它是从三国的那个时候 有比较有名的一个养生家 他叫吴普 他活到了96岁 他传下来的 但是他又从哪里来呢 他说他的老师是华佗 华佗教了他以后说 一旦身体的人不舒服 你起来就要做五行之戏 这个时候呢 动摇者武器得消 就你稍微动摇一下肢体 我们的这个消化 脾胃的这个功能就会比较好 他这个是讲了其中的一个方面 其实呢 就是还是那句话 就是我们肢体的运动 会调动我们全身的气血 以及影响到我们脏腹的气血的变化 所以其实如果说这么理解啊 如果说如果是调动这种气血的运行 要生发这种洋气 其实我们还是更适合在早上起床的时候来运动 对比较安静的时候 比较放松的时候 一个呢就是要安静 不能说潮潮攘攘 所以大家看中国的这些体育形式呢 多半都是一些比较舒缓的音乐来做伴奏 这是一个 第二呢呼吸要比较均匀 怎么才能放松 这个比较有意思就是 我们中国的这个字啊 放松的这个松字 就很重要 所以我经常教学生 说你们要是不懂得放松 那你就念一下这个松这个字 比如说松 松 就感觉气息也顺得出来 对对对这个时候气息就会比较顺 那你要是反过来 你说紧 就提起来 对这个是不一样的 所以中国这个文化很有很有意思 所有的做前面 我们都要有一个放松的这个过程 然后你才进入到这样的一个状态 那么五行戏呢 只有五个动物 它是一种仿生的一种体操 比如说有这个刚刚讲的熊 它经常会在那里伸懒腰 在那墙边蹭它蹭的 这样的习惯 所以它就观察这个熊的动作 然后模仿它 能够疏通我们的脊背的这个骨骼 第二个呢 像鹤 鹤是一个比较长寿的动物 对不对 我们一般家里 如果说过去都挂一个松鹤图 那么鹤呢 我们叫舒展 用一些动作来 像这个两臂舒展这种动作 那这个就是学鸟的这个飞翔的动作 圆 两岸圆生提不住 这个圆 圆呢 它就可以攀树枝 爬这个攀岩 对不对 所以它的动作很灵活 而且它跟我们人还比较像 所以这个圆也是一种 还有呢 这个三个 刚才我们讲的三个呢 都是相对比较柔软的 再讲两个比较刚一点的 虎 虎虎生威的那个虎 学虎的呢 就是我们知道中国的那个传统的这个体育里边呢 拳法里边有一个叫虎拳 对吧 它这个呢 跟这个有一些类似 但是属于不同流派 那除了虎以外还有一个鹿 鹿呢 很多过去家里挂的那个像三位树屋里边 它挂的那个画里边 有一个鹿 有一个童子 这个就是我们过去讲的道家的神仙了 所以它一般就有鹿来做做迹 所以鹿的这个动作呢 比较轻盈 比较柔和一点 不像虎 但是它也是很矫健的 所以因此呢 这么几个动物呢 它要对应到五脏 五个琴嘛 因为五个脏 但其实来讲 它并不是那种简单的一一对应 我们也不能把五行搞得太机械 所以五行戏呢 就可以调节我们全身的四肢百孩和五脏六腑 听起来蛮有趣的 尤其是这种模仿动物的一种姿态啊 动作 我感觉特别适合在家里的一些亲子的运动 没错 就跟小孩可以有一些互动 对对对 这个很有趣 您刚刚也讲到八段井嘛 现在国家体育总局也一直在推广这个八段井的运动 那不知道谭教授方不方便 带我们去演示一下这个八段井 这个八段井呢 其实现在在很多中小学里边都有推广 有一次我路过一个小学 我就听见那个八段井很熟悉的那个音乐 那么八段井实际上是八个体操的动作 但是它很宝贵 所以是放在那个用断面做的那个盒子里边 用井把它包起来 就形容它很珍贵 比如说我们国艺大师邓铁涛教授 他自己每天他都会练八段井 所以他活到一百分次数 所以这个八段井呢 就我觉得还是很有说服力的 对我们这个养生 养瘦 这个是很有用的 听起来这个八段井啊 对我们帮助太多了 不如谭教授我们赶紧去院子 给大家演示一下吧 好的 两手托天理三交 左右开弓四色雕 调理脾胃虚单举 五牢七伤往后瞧 摇头摆尾去心火 两手攀阻固胜腰 船拳入木增气力 背后七颠摆并消 谢谢谭教授 所以说啊运动不分派别 除了现在各种很动感 很现代的运动方式之外 其实呢咱们中国传统的这种 动静结合的运动方式 也非常的适合养生 每天大家半小时的运动 也可以用上刚刚谭教授 给大家演示的八段井 还有太极拳 都是不错的一些方式来实现 2.情质是如何影响健康的 咱们今天的话题呢叫做 情质养生 其实在中医上面呢 就有七情的这个说法 喜怒忧思悲恐惊 那其实呢这个七情 它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情质 那情质上的问题 是怎么来影响我们人体的健康的呢 让我们一起来问问谭教授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有情感的动物 那么情质呢 它可以把它翻译成今天的话呢 就是情感 情绪 意志 志趣 这几个方面 那我们从情绪的这个来讲的话呢 我们就要一般在我们中医里边调色情质 就是要控制我们的情绪 那为什么要控制我们的情绪呢 我们的情绪其实会产生我们中医里边讲的气机的紊乱 比如说即使是说以开心这件事情来说 高兴 大家笑 笑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什么 浑身就发软 对吧 发软 对 所以中医里边叫喜则气缓 如果两个人正在比武 如果你能够把对方弄笑 他肯定就输了 对 他这个气散掉了 这个是叫喜则气缓 怒则气善 我们已经讲过好几次了 怒发冲冠 那么与怒相反的 孔则气下 孔则气下是什么概念呢 有些小孩胆子比较小 你一吓他 吓得屁滚料理就是这样子 可能大小变得失禁了 所以这说明孔则气下 那还有呢就是 思则气结 哎呀我们有个问题 很纠结 为什么有这句话呢 就来自于中医的 思思虑特别多了以后 就变成气氧 就在这个地方不再流通了 就在那里打了结 结住 有很多人如果想太多 他可能有各种结结的问题 是跟这个也有关系 那也是有关系 原线的结结 还有甲状线的结结 这个也跟思虑有关 对 还有一种的情绪就是 悲 悲伤 悲则气消 我们大家当遇到特别悲伤的事情 你大哭以后 人是软的 这个气不单是缓下来了 而是损伤了我们的气 那像这种情绪呢 人都是我们讲 这个七情六欲嘛 都是会有的 但是呢 如果说他这个情绪的波动 持续的时间特别长 或者说他的这个幅度 特别程度特别深 特别大 那么就可能损伤了 我们的脏腑的气机 最后呢 就变成了脏腑的虚损 比如说像我们平常讲的 悲伤肝 喜伤心 思伤痞 是吧 悲伤肾 悲伤肺 等等 那么他就对应了各个脏腑 所以这个简单地说 情质的过激 就会导致气机的紊乱 和脏腑功能的失调 那么根据元代的这个医学家 叫刘丸树 他专门研究这个情质 就说我们这个人的情质 最后呢 都会变成火 叫五质化火 情质的质 五质就会化成火 那火就能伤阴 知道吧 我们这个人其实 整个一生最后决定我们的寿命的 是我们的阴的维持的时间的长短 所以呢 我们的情绪如果老是波动 老是化火 阴经损伤的就多 最后我们就影响我们的寿命 所以在《黄帝内经》里面讲上古天真论 就是让我们要保持一个天真烂漫的心 你不要有那么多的忧虑 那么多的烦恼 所以说如果这些情绪的问题 你是太开心了也好 你也要提醒自己 对 其实我现在有点开心 就控制好这个度就好了 你要是想太多了 这个时候也要告诉自己 其实先辨识这种情绪 然后去疏导它 让这个情绪更加的坏 对对 是吧 那刚刚那个谭教授您也说到了 这个情绪对我们一些健康和脏腑 是有危害的 会有些影响的 那如果真是出现了这些情绪的影响呢 我们应该怎么去调解它呢 或怎么去改善它呢 那我们就要找个原因 你比如说我们现在思虑比较多 思虑多的原因是什么呢 曾经翻就有句话 叫食不足则多虑 就是你的见识不是很足的时候 你想的问题就会多 你很难取舍 按照我们中医来讲 就是说肝为将军之官 这谋律出焉 它其实像这个肝的这个功能呢 还是不够足 它的决断力不够 就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增加我们的见识 增加我们的决断力 那么进一步呢 就是说我们从传统的情质养生来讲 叫敬仪养生 就是我们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我们就让自己安静下来 我们回归我们最本源的 我们自己最喜欢什么 对不对 我们最想要什么 最开心的是什么东西 我们要把它分析出来 那么可能有些次要的东西 你就把它扔掉 那我们可以用一些方法来辅助我们 因为心病还需新药仪 但是有些东西可以辅助 比如说音乐 音乐我们平常说 这个人是有心声 他反映了这个作曲家的心声 对不对 然后经过这个演奏家的这个演绎 他让我们能感受到其中的一些 不光是艺术 而是有一些相通相感的这种情况 那么所以音乐可以帮忙做 还有呢 我们让自己安静下来 可以静坐 冥想 甚至有一些人做瑜伽的时候 也可以达到这样的状态 所以这些就可以让我们精神 比较安宁 安静 达到清静养神的这样一个目的 所以这种就是可能对于那种 心情思虑比较多的 比较躁的 比较烦的 这种情况 可以选择这种静养 来宁心安神 那对于还有一些人 是属于 他经常就是闷在那里 然后他心里有事情 也就躺起来了 那他其实也容易郁洁在里面 那像这种呢 谭老师 您有什么建议给到大家 这个呢 就其实涉及了我们讲的 心理和性格上面的问题 那么他性格可能是比较内向 不善于可人的沟通 对吧 那么我们就要对自己的性格 有所了解 那我们性格里面 他总是有长有短 是吧 那么如果说我们是内向性的 然后又不善于表达 不善于沟通的 其实我们这个时候 要保持一个这么 乐观的状态 开放的状态 让自己怎么样呢 我们适当地去 找到志同道合的人 跟他进行交往 如果说刚才静养养神 是一种出世的态度的话 那这个对于你 这个后面的一种人 我们就要采取 就是增加社会的交往 去融入到这个 大家的交往 对对对 因为人其实还是一个社会的动物 他离开了这个社会环境 他其实是很难生存的 所以说其实 哪怕就是情质养生 大家还是最关键 要认识到自己是一个 什么样的状态 才能去选择到 相应的一个养生方式 是的 谢谢谭教授 好啦 那其实呢 拥有稳定的一个情绪状态 其实对我们人体的健康 五脏六腑的一个运行 都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今天呢 养生庙团 不知道有没有给大家带来 您想要的答案呢 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